我没有水晶球 我也不是预言家 我只能说 如果赖清德在当选的话 其实我认为两岸 发生战争的几率 就会大幅度的升高 会比现在的升高的幅度 还要来得大 非常非常的多 这不是我自己 这样的一个评估 其实全世界 都是这样的评估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智库工作 那么他现在每一天 都要接待海外智库 来的智库的人 他跟我讲说 他非常痛苦 因为每一个 来台湾访问的人 都在问 两岸发生战争之后 你们准备好了吗 每一个人都在问 他就想说 那他去问 安全部门的人说 那是不是真的 会发生两岸战争 我能不能够 找什么样的理由 告诉他们说 两岸不会发生战争 叫他们对台湾安心 然后结果连 安全部门都跟他说 好像很难 你恐怕也很难 说服他们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件事情好像是不太可能的 我不会铁口指断 说这件事情会发生 或不会发生 我只能说 它的几率实在高 太多太多太多了 那你说 既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台湾经济 会不会有负面影响 我觉得不用等到开战 我刚刚所形容的那一些 就是那些产业界的人 或者是智库的人 然后或者是各国研究台湾的人 到台湾来 然后第一件事情就要问说 两岸开打之后 你们到底准备好了没 光是他们问这第一个问题 台湾今年海外投资 其实就减少非常非常的多 那你认为对经济不会有影响吗 不只是海外投资减少很多 台湾有很多的厂商 都被他的客户要求 要将台湾的生产链 要移出去一部分 希望能够做到供应链 不要只依赖台湾 你认为这件事情对台湾 不会有影响吗 那么侯友宜当选之后 能不能够改变这样的现象 至少他不会希望两岸敌立 他不会要求两岸对立 至少他不会否认 两岸的同文同宗的 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 两岸一家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他不会 他希望能够增加沟通 我觉得光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对于改变两岸 被全世界的人都认为 迟早注定一战 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他的影响就非常的大 看在这里 我记得 对于 带国 инт 呀 你们 呱 估计